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新加坡現在對大陸免簽, 這個政策在2024年2月9日一徐席這一日正式生效, 去到新加坡大陸是可以免簽停留不超過30天的, 其實最大衝擊是甚麼人呢? 其實最大衝擊是港澳的旅遊業, 因為現在來香港或澳門其實都是要簽證的, 但兩個地方都是特區來的, 反而新加坡就可以免簽30天那麼久, 如果你說澳門要搞簽證要申請的, 我可以理解的為甚麼呢? 因為澳門有賭場嘛, 大陸禁賭的嘛, 你個個衝來澳門賭錢, 個個留在這裏做搭碼, 做換錢檔還得了? 所以你說澳門要簽證, 要大陸批, 個個都給下來, 或者不可以來得那麼密, 這點我可以理解的, 但是這個新加坡免簽大陸人來說, 其實最大衝擊我認為是香港, 因為香港跟澳門不同的嘛, 澳門有賭場, 這個有賭場的地方是會很有吸引能力的, 而且你香港那邊, 其實現在南下的旅客都少了好多的啦, 如果你說想要那些優質的旅客, 現在都比疫情前少了, 再加上新加坡免簽30天, 其實我剛才都說了, 對港澳來講是有影響的, 起碼有不少的大陸的大客可能會去了新加坡那邊賭錢的, 香港更加不用說啦, 你無論人才也好, 公司也好, 金融也好, 都比新加坡現在暗住來打的, 網上提示的, 其實現在南下的旅客都少了很多的啦, 如果你說想要那些優質的旅客現在都比疫情前少了, 再加上新加坡免簽30天, 再加上新加坡免 看了個文章啦, 他一提到, 新加坡對大陸免簽香港的旅遊業是否更加難呢, 這個文章一開頭就講到, 說由2023年的秋天, 他就跟一個新加坡高性工作的朋友去聊天聚會啦, 他提到最近大陸人去新加坡的熱情太高漲, 現在是經歷著一個好變態式的湧入, 他就舉個例子啦, 他就說去年一年, 是新加坡的熱情太高漲, 現在是經歷著一個好變態式的湧入, 他就舉個例子啦, 他就說去年一年, 是新加坡的熱情太高漲, 現在是經歷著一個好變態式的湧入, 他就舉個例子啦, 他就 在新加坡註冊的羅斯萊斯汽車數量激增, 而且等車的名單是長達幾年的, 而根據展廳員工講, 原來這些買羅斯萊斯的人大多數都是內地人啦, 這一種的財富流動其實就是現在新加坡的一部分現況啦, 新加坡其實現在是湧入了好多大陸人的, 其實好多大陸人他現在移民移出去, 是新加坡首選的, 就算新加坡現在提高了他移民的門檻也好, 也都是不少的土豪願意過去的, 其實由去年開始啦, 新加坡已經是不停搶人的啦, 所以搶了這群富豪回去, 新加坡的GDP是上得好勁的, 其實這一個對華面簽這件事呢, 剛才講到啦, 就會在今年的2月9號隨即這一日生效, 可以在新加坡停留不超過30% 其實這一個消息一公佈了, 大陸的旅遊網站的數據顯示新加坡的機票, 酒店搜尋量是急升的, 當中新加坡酒店的搜索量是較之前增加了4倍, 機票的搜尋量是增加了3倍, 這一個這麼勁的倍升就已經反映了大部分人是想去新加坡的, 那還有啊, 其實現在東南亞 跟大陸是不停做免簽的, 你泰國都計劃要免簽到30天啦, 那馬來西亞這些也都會跟進, 如果是這樣的話, 真是討好啊, 完全可以做到旅居的, 去完新加坡, 再去馬來西亞, 再去泰國, 然後再去回新加坡啦, 那這群人有錢啊嘛, 他們喜歡怎樣玩都行啦, 那新加坡這樣其實也是搶中國的遊客啦, 按照新加坡旅遊局的預測, 2023年將會接待到的入境遊客是1200萬到1400萬, 已經是帶來180億到210億的新加坡旅遊收益, 這個規模已經是回到2019年新冠疫情前的70%左右, 復蘇得都好厲害的, 根據數據顯示, 在2023年1月9日, 新加坡入境的中國旅客量是達到100萬人次, 已經是恢復到2019年同期的35%, 但是呀, 香港其實都是新加坡在亞洲地區的對手來的, 但是它的旅遊業表現就不太好, 香港就公佈了2023年全年的旅客人數啦, 其實只有3400萬人次, 同高峰期相比是得回一半的, 變成新加坡走向上, 香港走向下, 而這個免簽落地, 其實有不少的客戶旅客是會選擇去這些東南亞國家, 但是對香港或者澳門來說, 他們假期只有一個, 一個新加坡或一個泰國就不會來到香港澳門啦。 雖然新加坡的消費貴, 但是其實港澳的消費都不便宜啦, 而且疫情的時候澳門都好多人來了, 然後香港現在來說, 他們又覺得不太吸引, 所以有得飛去其他地方, 大家消費水準差不多的話, 可能會選去其他地方做一個報復性出遊, 最緊要免簽方便。 而且新加坡亦都有環球影城, 盛途沙, 動物園,植物園, 博物館之類的景點, 亦都是些很適合親子遊的地方來的。 不過香港亦都有迪士尼, 天星小輪, 海洋公園, 博物館, 太平山山頂, 其實亦都是內地遊客首選目的地之一。 而且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和香港, 其實都是一些航空中轉城市來的, 或者亞洲的航空樞紐, 即是說兩個地方的旅遊城市定位是高度相似。 但是以2023年來說, 香港招覽境外或者大陸旅客都不太理想, 而本地人亦都是衝上去大陸, 去光深圳消費。 疫情之後,這一波的北上熱潮, 其實已經令到本地的商家叫苦連天, 甚至乎不少人說生意差, 復蘇不似預期就是因為這些人上去大陸消費。 甚至乎亦都有人在網上講道, 說你們個個上去消費呀, 下一個炒的就是你呀, 這些言論在網上都有不少的。 其實啦, 說真一句啦, 在香港啦, 疫情困了三年啦, 現在如果那些人是會上大陸, 去完一次之後是會有好大改觀的。 因為三年時間大陸很多地方都已經改變了啦, 無論餐飲呀, 或者是其他吃喝玩樂的東西的水準都有提升的。 所以不少香港人就會變成放假就去了大陸咯, 再加上三年在香港什麼都玩過了啦。 所以這一個的報復性出油就變成他們會去大陸, 和深圳消費又便宜。 吃東西可能你吃200元人民幣左右兩個人搞定的啦, 但可能你去香港你吃同等份量的要去到六到七百咯。 那你想下, 二百多元和你六百到七百元, 在香港吃一餐等於大陸吃兩到三餐。 所以在2023年, 香港人北上和大陸客南下香港是出現了一個逆差的。 在某些日子, 甚至乎上去大陸的香港人是多過下來香港的大陸遊客一倍又多的。 只是2023年, 香港居民大約有五千三百萬人次北上。 但是啦, 這一年來香港的內地旅客得二千六百萬, 即是說北上的人數是多過大陸下來的遊客很多。 那可能這樣講大家沒什麼感覺啦, 那就找一些數據啦。 那2018年, 大陸下來香港的旅客是有六千五百萬, 2019年是五千五百萬, 2023年上年是得二千六百萬。 如果同2018年比的話, 去香港的大陸旅客是得回四成的。 那再加上香港, 其實很多大陸旅客都去過的啦。 那可能新加坡這樣面簽呢, 對香港澳門有一定的衝擊性啦。 它不用多的, 拿你一兩成遊客啦, 我們都幾麻煩的。 那當然澳門的情況可能會好少少, 始終我們是有所謂的賭場在啦。 而根據南華早報之前的報導指出, 好多大陸的消費者, 特別是年輕人, 甚至乎現在, 是對於去香港購物都沒什麼興趣的。 他們覺得啦, 買東西沒以前那麼好啦。 再加上, 香港回大陸過海關的話, 免稅額度得那五千元。 那而且, 疫情三年啦。 好多產品的通路其實已經打入了大陸的電商啦。 變成好多東西在大陸都買得到。 那一比較之下, 可能在香港買東西更貴過在電商買。 那好多東西可能都不會下來買咯。 那其實以前來講, 香港曾經是那些歐美遊客入境中國的第一站。 那但是咯, 現在大陸對好多外國歐美地區那些遊客 也都開啟了落地車。 那即是說, 香港不能夠再靠簽證優勢去維護它的旅遊地位。 而且新加坡的號航也都同業界發了份資料啦。 只是它一間公司, 目前在大陸就已經營運著17個航點城市。 包括天津、瀋陽、西安、南京、杭州、寧波等等。 每個禮拜是有176個往返中國內地和新加坡的航班。 那即是說, 現在新加坡只要它航班的數量是跟得上的話, 大陸的旅客是會源源不絕, 靠著免簽輸送去新加坡咯。 那當然啦, 我們看到這個數據, 可能你會覺得, 嘩, 這麼快就有這麼多航班咯? 其實不是一下子出來的。 你這些航班要增加, 要有點, 不是說一曲即就的。 是他們前期新加坡的公司, 航空公司, 是做了準備, 做了部署, 完全就是為了等這個免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好多航班好多機的話, 那機票價格一定會跌啦。 那即是說, 新加坡政府或者旅遊局是一早已經做好搶旅客的預備。 那香港或者澳門在這個時候可以怎樣跟人去競爭呢? 那如果你是大陸旅客的話, 港澳你整天去啦, 現在又是要搞簽證的。 那如果不用搞簽證的新加坡, 再給你選, 港澳和新加坡你會想去哪個地區呢? 下邊留言啦, 那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